欢迎收看阿宾娜 《穿越古今化人物》这个单元 那么今天是要讲推敲两个字 这个推敲 这个推敲事情上很多事情是可以推敲的 以Nike要进入奥运而言 那么当初所有的奥运运动员 几乎都穿Adidas 在Nike还没有进入市场之前 Adidas统治整个世界的运动球鞋的市场 那么美国总部的总经理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场 那么明察暗访 仔细推敲 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可以钻 后来他实在没有办法改变上一届奥运的英雄 改穿Nike 也没有办法来说服这一届可能得到奥运金银铜牌的运动员 来改变穿Nike 他们都穿Adidas 但是他找到几个非洲的穷国家的运动员 以及专门跑马拉松的运动员 他非常开心地跟在现场行销的Nike的行销人员说 我跟诸位讲这个马拉松跑得很久 他穿我们的球鞋 我们的广告效益 其实是非常好的 而且不管是第一名的要跑两个多小时 或者最后一名的要跑三个多小时 他跑越久 我们广告收获越大 所以有人穿我们的球鞋去比赛了 最多的当然就是马拉松 那一届的马拉松的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几乎都是穿Nike的运动鞋 所以很多东西要推敲 那我要讲推敲的故事的梗呢 是要用中唐时期贾导的一首诗 来做这个破梗 那么贾导当时候做了一首诗 叫鸟术瓷边术 身敲月下门 那相传呢 他当初是要讲 身敲月下门还是身推月下门 他就说一只椒子在水底那边休息 有一个老花生 三门要在房间还是在廟室里面 这个是要说撒还是要说敲 我们常常讲值得推敲 推敲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 那么他当时候在举旗未定 就站这只梨子在长安街道上 一边站一边认这条线 在认试的时候 有时候就要做撒和敲的手势 忽然间忘情 结果去到立部全金兆 唐宋八大家的唐宇 我们现在叫韩部长 保长 的车队队队里面 引起了一阵骚动 左右护卫就把贾导 带去邪的头前 贾导把贵师列说 保长大人 我就在想这首诗 所以不知道哪一句比较好 杭宇说你念来我听 他说鸟树磁边树 深敲夜下门 还是深推夜下门 这杭宇一听是好事 他告诉他说 敲要比推有韵味 你想想在夜光满满之下 然后鸟在水泽边休息 那庙宇的这个大门 有一个和尚要推进去这个门 跟敲了这个门 那敲 那当然是更有意味 这一敲 敲响了两千年来的这一首诗 旅旅就有人推敲推敲 就跟贾导跟杭宇 这首诗有关系 所以杭宇后来就跟他说 跟我一起回我的府上 再玄聊几季 结果就在那边住了好几天 两位就结为不宜之交 从此传为佳话 这个推敲是要来跟我们说有些事 我们事实上也应该要仔细玩味 仔细推敲 譬如说这个公司 新年的总经理建议当事长 说应该要节省财务的人员应用 买几部电脑运算机 一年可以省下好几百万元的人员聘雇费用 可是却得到财务部建议董事长 说因为我们的贷款杠杆过高 水位过高 所以我们无法添购这些器材 来减少财务人员的聘用 其实这里边的工房 就险在潜在一些人的感情问题 省钱是事实 但是立下总经理来的威风 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可是财务部的反对 倒也不前然是全部站在公司 这个贷款的水位过高杠杆过高的角度而言 这里边还有可能是他个人的温情主义 比如说就整个财务部不管五十号 一百号三十号十号这样的人马 这里边总有些因亲戴故的 你今天要资钱哪一个人 或者要解掉哪一个人 其实都涉及到个人感情因素的作税 所以基于不得罪人的问题 那财务部的总经理可能就会以杠杆水位过高 此时不宜购入这样子精密的电脑运算机 来解决财务的精简人士费用的问题 所以这个叫推敲 当然董事长就必须明察秋毫 仔细推敲 所以很多的人情事故也都是推敲而来 我们有时候会给朋友一些建议 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 我们不要太悠惨危机 也不要太求钱责备 假如说多数人同意我们 只有少数人反对我们 其实我们也应该甘之如鱼 对于反对我们的人只要没有恶意 其实立场上也不应太敌对 只要在十个人中有六个人支持我们 其实大可告诊无忧 如果十个人中只有四个人支持我们 那我们要检讨其他两个跑去哪边 太追求完美 十个人都要十个人都支持我们 其实这很难 千里长江哪有不万的河道 顺了少于佛乐孤义 没有办法面面俱到 其实只要问心无愧就好 取高和寡有之 那么意见不同也有之 再来立场不同 即便你意见对 可能他也不愿意复合也有之 最糟糕的 就是我们认为一厢情愿对别人好 别人就应该接受的 这个就比较糟糕 我们题目里边讲说 恩多生怨留久成仇 如果要简单跟谁说 就是你救朋友十百岁 朋友第一次给你救 你没救他 大概前面十遍的恩情 你大概就全部推翻掉 这个就恩多生怨 再者 我们当年或者现在都有这个现象 就是要离婚了 台湾人就说放人合谋 放人离 我是少数 我是少数 在我的成长过程里边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主张 如果贸合审理 不可以更新 基本上赶快离婚为好 可是老一辈的像我母亲他们那一辈的 就会以孩子家庭为重 事实上老人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多少还有一些时代背景的因素 比如说女孩子目不视钉 离婚怎么办 这倒是个实情 再来还有娘家的因素 离婚 娘家会感觉到没有面子 再者 娘家也会担心 离婚了 女儿何去何从 一当中就业机会也没这么多 何况多数的女生都是文盲比较多 除了进入青楼 进入酒家 或者到摇管 这一条路之外 其实女孩子在代工工厂还没有新建之初 就是十大件事还没有开展之前 那纺织事业正在如图如火的起飞的时候 那么各地的代工事业 才能够增加的工作机会 才有办法让很多女性劳工 有自己的金钱独立的机会 那么我在今天要讲的一个现实的故事就是 我日前在帮忙一个朋友 解决了一件可能他的困扰的事情 来作为今天最终的结论 我这位朋友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家人的人 那么由于他收入也很多 对于自己的两位弟弟以及自己的母亲都非常的孝顺 我这位朋友的其中一位弟弟他是同父异母 在一家小保全公司做保全 有一个小主管的身份 那么太太正在怀孕也目前没工作 老大在幼稚园上课 其实弟弟的收入根本讲究入不敷出 那么幼儿园的这个经费就由我这个朋友来代付 那么私底下他可能还有给没有工作的弟媳妇 一些微薄的零用金 我们可以讲说是无为不至 甚至他们全家的一些意外险 保险这一类的也都由他来支付就对了 那么弟弟只要负责去把那个工作给做好就好 这个事情是最近发生的 就是他弟媳妇为了找家庭代工 上网搜寻代工的机会被诈骗集团骗了 那么被诈骗集团骗了之后 那么就有钱进入他的户头 也就是说他的户头被诈骗集团借其使用 这个事情到最后终究闹上法院 那当然也要赔款 那么在我帮他找了相关的律师 以及详查他的案情之后 也得到解决的方案 除了赔款给当事人之外 国家可能也会有一些罚金 他的弟媳的这件事情 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之下 稍稍得到贫喜 那么重点是长期的照顾弟弟 长期的照顾这样子的弟弟的家庭 也觉得他背起辛劳 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求教于我说 他该怎么样他处理 他弟弟的这一家的事物 我说假如你要帮弟媳妇解决这个事情 你不能不让你弟弟参与 不能不让你弟弟知道 你可以不需要他付任何半毛钱 而且他也没钱 就由你来支付 但是弟媳妇所发生的事情 你必须告知 你不能隐瞒 因为这是他的母 这是他的家庭 你为了怕你弟弟分心 怕你弟弟担心 终究最后 他这件事情安全过关了 表面上是安全过关 可是你弟弟跟弟媳妇 并没有从这件事情 得到实质的成长 这样反而会对他们未来更加不利 你能够照顾他们一辈子吗 他说他想帮他弟弟辞掉原来的工作 但是不晓得弟弟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说是学一个有技术的工作 譬如说煮饭也好 譬如说比较没技术的工作 但是可以做管理性的工作 开花锅店也好 我说终究你可以跟弟弟商量 辞掉原来保全的工作 你可以支付他一年 家庭所用的开销以及他的薪水 在一年之内 好好的把这些手艺 或者管理的技术学到手上 那么就正式开店 我说给他一只钓竿 给他一箱子的鱼 其实是要更好 在几经这样子的反复推敲的结果 我相信他是有接受我的建议 我说当你要你弟弟辞掉他的工作的时候 你不能用泼脏水的方式 去批评你原来弟弟的工作 说收入不高 底下的人也不听你的话 中秋连续假日 都是你自己加班 你的部下没有一个来带班 都由你自己来带班 四天起伏都不眠不休的 没有回家过节 我说你刚刚跟我讲的这一段 绝对不能在你弟弟面前讲 你要一个人转换工作 不能用这种方式逼他转换 而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引水入牌 我们有一些是水道局成 但是也有一些工作 是举一层水道先挖水沟再引水入牌 那迦南大郡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说你要先做水沟的工作 再引水入牌 让你弟弟从原来的工作转换到 如果说我们要开火锅店 那开火锅店也许就不需要学太多的技术 就要学管理懂得如何镜像 还有一些身材契机 既然你有一些基本的预算 可以支付给他 包括开店的预算 我相信在这样的安排之下 才能够让弟弟重获新的生活 以及新的工作能量 推敲一件工作 或者推敲一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在诸多方面的考量 事情可以玩玩 其实是七分玩玩就算很玩玩 这个朋友的案例只是告诉诸位 无偿的只是因为亲情 要照顾另外一个家庭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而且最后人家也未必懂得感谢于你 你最后可能也弱得里外都不是人 是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所以一人一人在说妈自己猜 这其实这不是真不好听的话 其实也未必不好听 而是说每个人都要负起他自己 生命应该有的工作 以及自己的责任 这样拥有自己的人生 赚的钱是靠自己的劳动素质 所获得的 其实是更加的甜蜜有滋味 祝福每个家庭都有很好的工作 也都有很好的一些未来的前途 可以掌握 这个議題就给大家报告到这里 下星期节的时间 咱再回